好 首先我代表我們會計日月刊 謝謝政委給我們訪問的時間 我想政委在數位科技上 不管是國際上或是在台灣 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現 所以我想說第一個問題要請教 就是說這些資訊科技 這種數位科技的進步 對我們這些大學教育 中學教育 小學教育 這些教育的方式 有沒有什麼翻轉的地方 是 我是看您還是看這一集 我回答了 這一集 這一集 好 是 很棒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說在全世界 其實像我們還在面對面上課 這個是很少數 絕大部分都是用遠距的教學 那以台灣來講 在疫情的比較高峰的 比較嚴峻的階段 我們當時雖然沒有停課 但是也是說大規模的這種群聚 盡量去避免 所以我們就發展出了一套 好像是很多個衛星的小的教室 所以不是完全人跟人之間不見面 但是不會同時500個人 集在同一個大禮堂裡頭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新興的科技 它造成大家可以即使人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還是可以有個共同在場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在以前呢可能十幾年二十年前 大家如果用過視訊會議的話 就會知道說當時我們見面三分請 當時的視訊有的時候兩分請 有的時候一分請 有時候如果抽格啊 這個聲音有問題 還倒扣一分請啊 其實是非常不讓人舒服的 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因為頻寬的增加 而且在台灣尤其因為我們寬頻是人權嘛 任何地方 你一個月499塊就可以有10 megabits per second 所以呢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看的比較清楚 而且比起戴著口罩啊 說不定還多加一分請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發現很多比較資深的教育工作者 他以前可能對於視訊的印象並不好的 那也是因為這次的關係是大幅的加速了 他願意使用視訊的這個方法 那又因為最近幾年在台灣 我們特別有VR到現在叫做XR嘛 就是擴增式的這種實境 對一些技術出現 所以呢即使是一些技職體系的教育 他比較不是那麼適合說 你用這個像YouTube啊 那些影片就能夠教學的 需要操作的 那也可以說大家戴一個眼鏡 那遠端的師傅 像背後靈一樣的 在那邊去指點說 你在這邊在這邊做一些操作就可以了 那在以前這些都要專門的設備 都要在一個很 就是昂貴的這樣一個器材裡面 但現在可能一台就是可能幾千塊 最多一兩萬 那而且在任何地方 不管是山上還是海邊啊 等等 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寬頻 可以達到這種共同在場 所以包含戶外的教育啊 技職的教育等等 這些想像也都把我們打開了 是 那我想真為整個科技 把我們說得非常的清楚啊 其實這次是一位這個疫情 那如同是一個沒有敵人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且全世界都戴了口罩 然後全世界都開始蘇威這樣 所以其實這樣看起來 其實從這個教材 還有課程設計就要改變 那你覺得說 目前我們的課綱 都是去年之前就 國教的課綱 對啊 那國教的課綱 這個是不是需要在做很大幅的修正呢 還是就是在現在的框架下 我們去加科技進去 不過我們的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把本來的剛性的課綱 就是各個學校是教育部的執行單位 現在變成柔性的課綱 就是每一個學校 他自己覺得說因應這個時代 他想要開這個電競轉班 他要開哲學的選修 他要開這種永續發展目標 相關的這些學程等等 每一所學校都可以 而且事實上是把本來在大學採用這種選修的制度 已經提早在高中就已經實施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所謂的改這個課綱 他不是教育部做的事情了 而是每一所學校的課發會 他在可能學生代表 可能家長代表等於社會各界的人士 一起努力之下 任何一所學校都可以去突破去挑戰 現有的就是我們的生涯部教課綱 那當然如果他挑戰幅度更大一點的話 也有實驗教育三法可以去使用 他甚至可以用學校形態 來進行實驗教育 所以我想這部分 當然我們看到很多國外像 Minerva大學 他已經完全沒有校區的概念 他們一個學期 就是到一個不同的城市 以那個城市作為這個校區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在我們的實驗教育裡面 也可以去把它辦理起來 其實我們快銀基金會也有配合金板會 推動股貴金融 那我們也是向下雜根 我們從小學中學高中到大學都推動 我覺得說這次我們針對這個 現在叫公民與社會 我們這次在大高中來推動 才發現課綱還好幾個版本 而且課本有好幾個版本 一綱多本 一個課綱 但學校可以自己在訂 對 然後差異也蠻大的 是覺得說 然後這次我們 這次今年跟往年不一樣 就是我們完全以用數位的部分 我們就不到現場 往年我們就到各校去 今年完全不去 那我覺得各校都發揮 就像您講的 教材老師都會重新來做 而且各校差很大 那我自己去 等於說今年是有很多數位教學 學生跟我說 他說這個在家裡 第一個不要戴口罩 第二個他說 他說在學校投影片都看不見 現在可清楚了 而且在學校你很難一直回訪 在家裡的話 你可以放五六尺都沒有問題 對 沒錯 然後再加上 其實我自己在視訊課也很忙 你一個電腦是螢幕 這邊是學生進來的問題 這台手機是要回答他 學生反而是直接這種感覺 非常好 所以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強調國際上的交流 你覺得說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再強化 善用這個科技跟國際 我想你也常常跟國際上 有這種virtual conference 那你覺得你跟我們這種教學 學校教育有沒有什麼藉此 可以增加國際化的機會 對 我覺得大概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說我們現在在線上 已經有非常多現成的這些課程 那甚至有些共學的團體等等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像我自己也有在大學階段 好像有一個叫global classroom 它就是在全世界非常多的大學 那應該也包含我們台大吧 也有在裡面 那等於我一次的講課 就是同時給全世界可能50個不同的城市 各個不同的大學 那特別有意思就是說我們討論一件事情 還不像我講課講的是永續發展目標 每一個地方的朋友們 他關心的側面一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一樣 所以就比較不會變成好像是 大家是在類似的生活經驗裡面 人跟人之間要彼此競爭 就比較不會這樣 因為每一個人他從世界不同角落 都是提供一個新的看世界的方法 所以大家彼此學習 彼此合作的這個動力就比較強 那所以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有點像我們現在大學的 所謂大學社會責任嘛 這樣子的學程裡面 如果你在學程訂定的時候 就像我們USR大學社會責任一樣 去把聯合國169個永續發展目標 不一定要全部背起來 但是找到裡面 跟你在解決的方案是契合的 那這樣的話你透過永續發展目標的 這個集點集的 這樣子一個索引的一個方法 去讓全世界知道的話 一下子就可以出來旁通 結合到很多對這個項目 也有興趣的朋友們來一起進行討論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語言的問題了 那我也是覺得說 因為我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主要還是用英語在思考 那這個也是讓我比較快能夠去 在全世界的規模裡面去想說 不是只有台灣碰到這樣的問題 其他朋友也碰到類似的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養成用英語思考的 這樣子一種習慣也是蠻重要的 那通常其實重點不是文法 或者是你的詞彙量夠不夠 而是說你有沒有那個環境 能夠把你就直接放到一群 用英文討論的人中間 其實這樣子過個兩三個月 大家都已經很敢開口講 那敢開口講後面不是問題 我也蠻認同你說這個用英文來思考 跟中文思考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那這可能就要從很小的教育 就要有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但是 我15歲才學英文 那也還好 那也還好 那更好 那我覺得說 這樣子的話 你等於說學校的教育 跟家庭教育都要在這嗎 而且個人也要這種認知 我也蠻認同的 所以你覺得說 你給像我們現在大學生很快就要進入職場 那他要怎麼樣學習很快 來轉成英文的思考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就是 像這種語言交換 我們常常會有語言交換的這種課程 就是直接就直接進入一個用英語為思考的 這樣一個社群裡面 那當然也有現在很多朋友們想要學這個 我們的固有族群的各種語言嘛 那所以你也可以去offer說 那這個如果來的話 你想學這樣的語言 我就用這樣的語言跟你交換 那這樣等於雙方都學著用對方的語言思考 這個目前還是在網路上面是很很熱門的 所以這是最容易的了 那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就算你覺得你的英文並沒有好到 能夠跟就是國際上研究者立刻互動 但是大部分現在的大學階段 他英文已經有一點底子了 所以也可以考慮參與好比像教育部有個數位學伴嘛 就是說再去陪著好比像說我們在偏鄉啊在離島啊等等 就是比較不知道說原來網路上還有這麼多資源的這些學生 那一個大學生帶著可能小學生或國中生 所謂大學班小學班 那他也是教學向上嘛 你在教他的過程裡面 一方面對自己的英語或者是網路會使用很有自信 二方面也可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就覺得說 那這些朋友們想到的這個新的做法新的作品 你要幫這個世界介紹他 認識我們這些比較偏向離島的朋友的文化等等 無形之中你的詞彙量也會因此而增加 好 那我們剛剛談了很多的學校的教育啊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終身學習 我想你也是對畢業生說一聲一刻表嘛 你當時為什麼會提出這個概念一聲一刻表 那這刻表怎麼定 對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你去想到有沒有什麼問題是你想要解決的 好比像說我十四五歲的時候 當時我關心的就是為什麼面對面很難彼此立刻就相信 那在網路上常常一拍幾合 立刻就一起做出一些創作 那這叫Swift Trust 那但是當時其實並沒有一個很好的 不管是認知科學的理論 社會學的理論或什麼理論來解釋這件事情 所以我為了想要解釋這件事情 那不管我去創業 或者是我接下來去寫論文啊等等 大概都是繞著這個社會互動的這個活動去進行的 所以如果找到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方向 常常就是不會受到學們的影響 學們就好像天空上已經編好一套的這些星座嘛 那如果你有一個方向的話 旁邊的星星自己就是你的星座 所以所謂一生一刻表是這個意思 就是每個學生按照他的學習方向 觸類旁通的去學習他應該要學習到的知識 但不會被現有這些分別類所限制 所以這樣聽起來你的一生一刻表是一個conceptual framework 對啦 對不對 就是說 其實你就是不同的階段 你會pursure different goals 對 就是所有的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 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 對 就是說 就是變成你就是一個adjustable的這個goal 是這樣 然後 再就是說 在網路的世界其實沒有年齡上的問題 對啊 可是網路 別人也不知道我才14歲嘛 所以我當時寫個星期做研究就直接做了 所以而且 很有意思 兩個人不認識在網路上可以聊天 聊得很 一拍結合 對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就像兩個人在LINE聊了半天 根本不知道彼此長什麼樣子 對 但是說不定不知道彼此長什麼樣子 才是聊那麼愉快的原因 對 他可能是用議題在交流 對 就是以你關心的價值來彼此認識 不是以你的就是其他外面外貌上面看起來的彼此認識 所以這樣子可以減少一些personal bias 確實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倒是一個很 也許像我們會計給你的印象是都硬棒棒的 是嗎 對嗎 其實我們會計是各個組織交易的這個營運的影片 對啊 就是像彼此給出交代 對 to account for something 對對對 所以我們也應該 尤其我們月刊應該多用一些比較personal language 來這個表達會比較好 對啊 那好 這個終身學習其實分好多階段 比如說在現在目前在職場上他的終身學習 通到這個時代他該怎麼辦 然後呢 還有一些這個我們叫做銀髮族很多熱鈴的活動 其實現在長照我個人覺得說越健康 我們長照所投入成本的願主 當然 對不對 所以你們分兩塊給我們談 就是現在目前在職場上 他的持續進修應該怎麼善用這些目前的環境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樂火族 銀髮族 其實目前100歲的人只要能動能思考都是很好的 你給這兩個族群做一些介紹 好的 目前如果還在職場的話 以前職場會有一些 比如說什麼吃苦當吃補啊 或者是什麼不合理的叫磨練啊 會有一些要人這個咬牙忍受啊 對 但是現在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現在只要你隨時覺得你在做的事情沒有意義啊 很重複啊很容啊等等 不要把它想成說這會斷練你的毅力啊 不是而是這些就應該找機器人來做 那這個是當年沒有的技術 對那現在的AI 我把它叫做輔助式的智能啊 Assistive Intelligence 主要就是說 他如果你的行動本身是非常的 就是限制住你的表達 裡面沒有什麼創意的成分 沒有什麼個人經驗的部分 他只是重複的做一些操作 那這些部分 大部分的現在的AI技術 只要觀察你做一陣子 那他就會把這部分接手去做了 那我經常舉的例子就是 他在這公司的老師傅 那他找不太到年輕人 而且願意接他的這個位置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撿漏員 就是去用像聽診器的這樣的設備 去聽水管 看他有沒有漏水 這當然很重要 但是一方面靠人去巡迴 從漏水到聽到就要兩個月 那二方面年輕人覺得說 我大部分的時間在聽沒有漏水的水管 就算薪水還不錯 也不是他願意做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就不是年輕人草莓族或什麼 而是說年輕人有一套新的想法 就是說那這部分我們不如弄一個機器學徒 讓師傅一醒來的時候 LINE上面就跳出訊息說 你附近的這三個點最可能漏水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機率 那這樣的話他去修的這些時候 他就是做有創造力的工作 那而且從漏水出現到偵測 也不到兩天的時間下就可以偵測到 所以等於就是老師傅的經驗 一部分傳承給機器學徒 這個是可以就是重複的部分 那一部分傳承給人類的學徒 這個是需要創造力的部分 所以以後大概只有需要創造力的部分 才需要人吧 其他大概都交給機器做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去判斷哪些需要人 哪些不需要人 這個叫做植物流程的再設計嗎 或者是說體驗設計 有很多名字 那這個其實就是數位轉型 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看每天的工作裡面 去找到哪怕只是一天五分鐘 一天十分鐘 那些部分可以被自動化 那這些在全部加起來之後 第一個你生活品質就比較好 那第二個你就多了一個斜槓 就是你可以去幫助在不同的行業 但是面臨跟你相同的挑戰的人 幫他做數位轉型 這也是非常重要 那剛剛您提到的 蠻重要的就是說 老師傅 那我們什麼樣的 incentive 給老師傅他願意講 讓他變成斜槓 對啦 那這裡面大概有兩個 incentive 一個是說大部分老師傅 都會覺得說 他對品質的這個要求 他累積了那麼久的經驗 他不希望他失傳 那這個是他的內在的 incentive 內在 incentive 那外在的 incentive 就是說很多老師傅會覺得說 如果他的這些在腦裡面 他的經驗 就是不是他寫得出來的 而是就是他好像是一個人的 累積那麼久的那種智慧 那他就算寫不出來 就算不能像前面講的 就是想要有個傳人啊等等 那至少可以做到什麼呢 可以說就是一個 也同樣解釋不出來 但是可以微妙微笑的模仿 他的行動的這樣子一個機器學徒 讓他覺得說 他持續貢獻的這個年齡增強了 因為就也扣合到 您剛剛講到到100歲 其實很多老師傅 他到100歲的時候 他還是耳聰慕名 他其實判斷力並沒有比較不好 只是說他可能身體上面 會開始有一些不舒服 或是說他出門沒有那麼方便 那但是如果是現在這些部分 操作性的部分都可以有 好像是他的手腳 好像是他的學徒啊 這個打下手的這些機器人幫忙 但是呢中間那個價值判斷 還是讓他做的話 那他就可以一路都可以到100歲 都還是覺得說 那我這個沒有這個絕活啊 沒有白學 他還是一直對社會有所貢獻 那所以這部分也是 扣合到您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很多六七十歲的朋友 他可能還正在想要創業 他現在覺得說 這是一個就是他 我們現在叫黃金年代 黃金盛鬥史 就是說從他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是他就是一生中 可能是不管是他的人際關係 人脈嘛或者是他 對於這門技藝的這個領悟啊等等 都已經到了非常好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時候呢 甚至有些會去用一些非營利組織的方法 或合作組織的方法 其實賺錢已經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了 他主要目的是 還是對這個社會有貢獻有價值 所以這個時候 不管是我們勞動部的這個中高齡 以及高齡就業的促進法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本來那些 新創基地有沒有 新創圓夢王 新創總會啊 我們都改名 現在都叫做新創總會 新創圓夢王 新創基地 就是我們要推動所謂的親民共創 就是說當他有這樣創業的力氣的時候 讓他能夠去結合到一群年輕人 那就像剛才講的 年輕人他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一些方向 他比較沒有preconception 比較沒有覺得說一定要怎麼解決 但他們確實需要這些長輩的智慧 人脈等等 那所以這兩個一起創業的話 他的成功率是絕對比分別來創業要來得高的 所以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去鼓勵這些長者 就投入創業的工作 我覺得買認同政委獎 就是其實我們快營基金會 也配合政府政策 在Fintech Space 我們也幫助這些年輕的創業獎 可是他們開始一直罵 罵什麼 罵說沒賺到錢 就稅政府罰一堆有個沒的 因為他等於沒兩個又忘記交易 年間稅或什麼delay 那我就說 其實你應該把你自己的流程說清楚 我們會計才能幫你 他就說不清楚 所以感覺上其實這個創業 有大手拉小手 兩人齊步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輕盈共創 非常好 所以也許我們回去把我們的會計 尤其三個會計法 變一個微型的這個會計的方式 那用一個雲端讓他們簡單記帳 譬如說善用Excel 或什麼是Line 我覺得我們回去 來做這樣的工藝 來幫助他們 這非常好 就像說 假設今天有一個滷肉飯的師傅 你覺得這個師傅要怎麼 這個大篩要怎麼把他的技術傳承 而且以後這些小小篩可以來請教他 讓他很愉快到100歲 你覺得這個滷肉飯的師傅要怎麼做 對我最近有看一篇論文 是講不是滷肉飯 是講那個炒飯 炒飯裡面就是有一個工作是 就是手要這樣子往上揮 讓那個飯粒不要黏在鍋子旁邊 然後他要在空中快速的攪拌 那其實這就有點像是職業的投手一樣 就是你做這個工作到一個程度 他其實對身體會造成損傷 所以常常會變成是說 他這一門技術練習到最好的時候 從那個時候算 說不定他就在前線不能夠再工作 那麼久了 因為這個對他的肌肉是有所損傷 那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一部分是說 就像那個論文的很多的研究者一樣 就是他現在因為有高速的攝影機 那可以去捕捉他的這個勝利訊號 所以就變成是說 他最後累積到這個經驗 他可以傳承給機器手臂 那所以未來的機器手臂 就可以做到這樣子的工作 那我也覺得說這件事情 其實對這個師傅來講 等於他就比較少的時間 是在一直重複做 他比較多時間可以拿來創造 創造新的料理 創造新的做法 就像那個鼎泰峰的那個 一個小籠包就可以研發出 不知道多少個版本來 對 那他花時間在研發上面 我覺得這是對他的時間 比較好的運用 那他身體如果已經就是開始有點受不了了 那還讓他每天這樣子去操作 其實我覺得也是有點不人道的 對呀我也看過這個削刀削面那個機器 好快 所以這樣聽起來其實因為這個數位 讓這個創業已經不是哪一個年齡層獨有 沒錯 其實你只要有些新的想法 那可以結合大家一起來 事實上跨世代的創業成功率 就像剛剛講是比較高的 所以越來越像英文的collaboration 沒錯 那以這個政府的角度 你覺得怎麼樣給他們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害羞在家裡 不知道我也可以這樣做 那你覺得說這個政府 像我們歡迎經營是NPO 我們怎麼樣這樣子一起合作 來讓這些人能讓他有另外新的創業機構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辦一些小聚 那這些小聚呢 不管是我們的黑客松也好 或者像社群有辦什麼失敗職業 搞砸職業 就是大家來聽一些這個創業失敗的經驗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 因為以前的困難都是說 創業是很個人的事 那如果成功的話 當然這個就是名利雙手 不成功的話好像也有點丟臉等等 但是事實上創業就是找新的題目的解決方案 那很少人第一次就很成功的了 那要連續走轉 現在都要走轉 走轉過好幾次 已經不翻轉 現在走轉了 對叫Pivot 走轉過好幾次才能夠找到 我們叫做這個Service Market Feed 或Product Market Feed 就是說你所提供的服務或者產品 真的能夠服應市場的要求 那所以如果是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些失敗經驗 或者是說像群眾募資 群眾募資也有很多 他事實上最後沒有募到錢 那當然也沒有什麼風險 你就退還就好了 那所以現在創業真的比較沒有門檻 以前都是要先有產品才能募資嘛 現在都是先募資 募不到那就算了這樣 那所以就是去挑這些比較不成功 或還在發展中的這些案例 讓大家能夠彼此就是比較輕鬆的分享 那有蠻好聽的音樂 有食物有東西喝 那我覺得慢慢這樣子 大家就會進入一個比較願意放開心胸 然後去分享自己比較一知半解 的這樣一些想法 那常常靈感就是在這些時候出現的 那如果一下子就一定要說 就要找到投資人 一下就要第幾輪 第幾輪 那那個就會讓人有點望而生畏 好像覺得說 我只是做盧肉飯的 我真的能夠做這些事情嗎 對 那但是如果只是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自己的心得 那盧肉飯也是很不錯 也是一個貢獻 我們在很多黑客松上面 就是大家就是拿食物來 然後大家分享 一直到現在 我在那個人愛路399號的 是會創新實驗中心 還是有每個禮拜三 所有的團隊一起吃午飯的這樣一個傳統 我覺得這蠻不錯 也許我們找個機會跟政委合作 你說這個來做這些 這些哪一樣料理 對啊 那我們用我們會計的這個產品成本 只有兩種計算方式 一個叫分批 Job order cost 一個叫分布 process 那這個Job order cost 就是一個訂單一個訂單的 搞不好我們跟我們再合作一次 也蠻有趣的 試算嘛 對試算一次 對不對 那 禮拜六 才舉辦了白奏之夜 你知道嗎 那今年白奏之夜跟往年很大的不同 它跟金曲獎頒獎典禮 幾乎almost在同一個occasion 那你覺得今年這樣的做法 跟往年有什麼不一樣 我兩個都沒有參加 沒有什麼資格評論 很有創意 但是我沒有參加 你沒有參加 因為這個 感覺上它今年兩個人 兩個在一起 是 我有開車經過 對 人好多 真的多 我覺得當然在行銷上面 等於是彼此搭配 這很棒 我也有看到相關的新聞 可是因為我都沒有參加 所以大概不適合評論什麼 好 那現在就是說 現在人被這個LINE 弄得都喜歡問題 及時就回答 那被這個FB弄得 喜歡用圖片 就瞭解 不要看一大堆 所以你覺得現在他們所謂的數位政府 要怎麼樣來滿足民眾 快速回答 用圖片表達 就是要有梗 要有一個能夠記憶的點 對 那像我自己也是把我的 就是照片的肖像全都拋棄掉 那任何人都可以去運用 那所以之前像科委會嘛 就拿來做什麼唐鳳國台灣 什麼腦破耕田 什麼之類 那個就讓大家對那個客家風情 一下子就有記憶點 或者環保署要推動一個叫鳳茶的一個APP 那他就拿我的這個手勢 然後說這是唐鳳 放一個茶壺叫唐鳳茶 然後再放那個鳳茶的APP叫唐鳳茶 一下大家都記得 對 所以就是這種比較看起來有點無厘頭 但是又沒有去攻擊任何人 他就是自己有一點點搞笑的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目前是最容易去宣傳的 那我們現在用很多圖片也都是用方形的圖片 以前FB還是用長的圖片 這現在因為Instagram的關係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是用正方形的圖片 正方形圖片比較好推廣 對比較容易推廣 因為你的手機橫的拿直的拿都一樣 都一樣 那現在就是政府也放了好多data 在這個platform上 那如果說民眾他很熱心參與這些政府治理的話 你覺得他應該從哪一方面來講 哪些比較有建設性的意見 而不是每天就在那邊批評 我覺得哪個網站或哪些方向 他對我們整個設法來講 其實像我們Join平台 Join.gov.tw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 他不只是說 這個民間可以5000個人來連署 然後就可以說 這個他比方說 我們的珍珠奶茶 是不是不要再用塑膠吸管了 改用一些比較沒有碳排放 比較沒有廢棄物的吸管的材質 這個就通過了 只要5000人就可以通過 但是其實也有一些預告案 好比像說 像最近環保署在中秋的時候 就有貼一個說 那這個機車的定期檢查 本來都是說 就是每一台車有固定的 在哪個月要檢查 但很多人會忘記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讓大家一定會記得 那所以就來問大家的意見 那我在中秋節有投出來說 大家中秋動動腦 那所以有很多人提出很好想法 撤出他自己的生日的前後一個月 或者是說他自己挑的時間 像用這個手機簡訊等等方式 來就是讓他或者是記得 或者是有什麼incentive 好比像說 你只要準時就有什麼右翼等等 都提了很多很好的主意嘛 所以不只是說 民間5000人發起聯署 政府也可以去說 那大家一起來想 像我們的向山置景 怎麼樣子把山的這個限制把它放鬆 向海置景 把海域油氣的這個限制把它放鬆等等 也都是在那個平台上面討論 所以有事美食就可以去逛一下 jong.gov.tw 好 這個我們可以來 也許我們可以在這邊多報導一點 讓大家可以有一些新的這些想法 像這次疫情 那台灣這個口罩的發放 我想全世界都對台灣覺得這個經驗值值得學習 當時你怎麼會想到 要用這樣子 實驗值嗎 對 我想當時是因為有一個數據模型 是說只要台灣有四分之三的人戴的上口罩 那我們這個傳染病的R值就會小於1 意思就是平均一個人不會傳到另外一個人 那所以這樣的話 假以時日這個就沒有疫情了 那所以要怎麼樣讓四分之三的人都能夠買得到口罩 而且讓大家都沒有囤積的incentive 因為當時就已經有很多囤積的現象了嘛 那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雖然他比較透過行動支付 或者記名悠遊卡等等 他確實也可以達到實名的購買 但是有那樣子支付習慣的人可能才六成左右 所以就會變成達不到七成五 所以我當時就想說 那什麼東西有七成五的人都在用呢 那後來就想到了就是健保的IC卡 那也是因為六千多位藥師 他們是很專業 但是又有社區的信任嘛 又是社區的藥局 所以同樣是一份口罩 藥師告訴你說 你什麼時候要戴這個藥清洗手 不然沒用等等 那你是比較願意聽也比較記得住 那但是如果是便利商店店員 雖然他們很萬能啦 那但是他們告訴你完全一樣的話 你不一定會那麼相信嘛 所以一開始就是請藥師們幫忙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口罩還比較缺的時候 那藥師是願意無償的來進行這樣的工作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也比較不會怪他們 因為在便利商店好像就是 店員就應該要什麼都會 那在這個對藥師來講 是一件額外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 所以也提亮他們的辛苦 所以當藥師後來開發出很多方法 好比像說號碼牌啦 好比像說每天有固定的時段賣啊等等 之後那我們也都沒有去否定這些藥師的創新 相反我們更改我們的系統去確保在這個系統上面 能夠如實的反映出藥師它發放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一下子就到超過七成五 那最後的兩成左右當然我們是用預購或便利商店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這樣聽起來等於說以藥師做個起跑點有點像借力取力 對對對 因為大家已經相信他們的專業 那你這個idea是你想的嗎 還是你從這個platform上給的idea 當時的我想行動支付跟健保卡 然後用類似賣行廚房簽 這兩個當時都是陳其邁副院長 當時的副院長 辦公室的朋友 那在跟我然後跟資安處跟指揮中心的其他朋友 討論的時候的兩個主要的案子 那最後採用健保卡這個案子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台南的有一個叫武章偉的朋友 那在我們這邊還沒有排版定案的時候 他就自己做了一個口罩地圖 那就確保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回報說這個地方口罩賣完了 這個地方還有口罩 所以就不會好像去排隊 排到最後才發現自己沒有口罩可以買了的情況 而是說你可以就是就算遠一點點 還知道這邊庫存夠 你就直接去那邊買 所以因為有口罩地圖的出現 所以當時在跟訴訟院長討論的時候 我也給他看口罩地圖 那當時我們擔心的就是說 藥局可能你排這個就買完了買不到 然後又要跑去另外一家藥局 要跑去另外一家藥局 那個時間成本會特別高嗎 那但是因為有了口罩地圖的關係 我們就一定程度上有自信說 那你比較不會說就是白跑一趟 那所以可能最多白跑一趟 不會白跑到三四趟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比較也願意去使用藥局的 所以這應該可以說是一個大家集資光益的成果 但是最後還是蘇貞昂院長做的決定 所以這樣聽起來這整個一個滑舍協曲 可以用在我們這些終身學習上 第一個你要立定好的一個目標 有好的策略 那你的口罩地圖很重要 對不對 因為有個圖案 你才知道要怎麼怎麼走 而且那不是我們的主意 是民間的想法 對啊 這個是很好的 就是說一個 就像我剛剛講的滷肉飯的地圖 搞不好 對不對 大家這個集資廣益起來 你說滷肉飯要好吃 一定是要豬油啊 有個沒的 可是那個對健康是不是又有點影響 那我們是不是要搭配吃什麼 來把它搞不好就是一個營養午餐 這就是精準健康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聽起來這個數位幫我們不少 你覺得數位科技對你的生活品質是提升還是下降 當然是提升的 因為我是完全把通知都關掉 所以我沒有您剛剛講的好像隨時都要回來 或回Facebook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還是看啦 就是說像您剛剛講的滷肉飯一碗很好吃 但是如果每天就是專門吃滷肉飯 不吃別的很快就營養失衡了 對 那所以數位也是如此的 就是如果是透過數位的方式 讓我們彼此信任之後更加能面對面的溝通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讓我們認識很多新朋友的一個好的工具 但是如果覺得說只有數位世界是真的 那反而就是我們彼此在講話的時候 如果我不是看您而是一直盯著螢幕看 那或者說一起吃飯的時候一直滑手機等等 那當然反而就會對我們的精神危險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所以還是要變成你是主人啦 那這些數位工具都是你的工具而已 不是反過來說好像他變成你的主人 那樣就不太妙了 那也就是說那個通知我都不要看了 我一天定時看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像我目前的壞習慣都是一隻來就隨時看 對對對 我通知全部都關掉 那你什麼時候看 你就打開那個勿擾模式就好 對啊 那我會很固定就是大概半小時我會休息一個五分鐘 所以我就那五分鐘來看 哦 所以你就是集中 你還是看 你不像我們隨時隨刻在看 對對對 我就專心的二十五分鐘 那五分鐘再來處理就是新的這些運勢 我覺得這倒是我們很好學習 那因為我們今天來畢竟我們是會計專業嘛 就對我們這個會計數位教育 從實體到現在 你給我們一些advise 可以怎麼樣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讓這件事情好玩 大家聽到會計基本上會覺得很好玩 很有樂趣的 大概不多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要好玩 像我們傳染病學 這個雖然說當時每天下午兩點 大家看那個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多少都學了一點 但是傳染病學畢竟是一門嚴肅的學問 所以可能比會計還要嚴肅 所以怎麼樣讓傳染病學變得好玩 就是指揮中心當時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那後來呢 因為我們在每個部會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嘛 就是負責去跟大家透明啊參與啊 去進行就是給出交代了的這些專家 那衛福部的香港政府聯絡人呢 剛好家裡呢有一隻柴犬 那所以呢他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每一次有一個傳染病學的新的發現 或者傳染病學的一個新的措施 好像社交距離出現的時候 他就回去幫他家那隻柴犬拍照 那他叫總柴哦 那所以他就不用付錢給這些圖庫 他都可以免費的取得一大堆梗圖 那這些梗圖就是說 你室內要保持三隻柴犬的距離 室外要保持兩隻柴犬的距離 這個就很好奇 而且很好笑啊 所以大家一下子就記得了 而且願意去轉船啊 或者是說 一開始大家不知道說 為什麼要戴口罩嘛 那所以為什麼要戴口罩呢 那他就請這個柴犬 就是擺了一個很可愛的姿勢 他說防疫期間嚴禁吃手手 那要肥皂請洗手 所以就說為什麼要戴口罩 是因為口罩可以保護你不會 因為你沒洗的時候就碰到臉 而就傳染了這樣 那所以像這個都是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把傳染病學的一些基礎的概念 去讓大家知道 那所以這種互動的遊戲啊 這種可愛的柴犬啊等等 這些說不定都是我們這個會計界 可以想一想說 如果我們這個陳建仁副總統啊 我們衛福部啊 都可以把傳染病學 弄得非常平易近人 那我想會計一定也可以 好 我家兩條狗 對嘛 回家訓練 對 尤其我那可愛的髮頭 笨笨的 可以當代言人啊 好 我回去跟 來好好訓練這樣 也許 其實我們基金會跟北藝啊 還有工研院也合作過這個區塊鏈 跟這些醫學方的利用 也許找一次機會 我們跟這個政委這邊 我們就以滷肉飯這種做菜啊這種方式 然後呢 也許我們跟北藝這種營養學也結合 那也許就再跟區塊鏈結合 我覺得營養學是很棒的 對 所以我們想我們回去也思考一下 策劃一下 策劃一下 那我們以後有機會再來請教好不好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指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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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